大家好 我是九指玩魔阿姆維 這次要介紹的是MAX FACTORY PLUMMAX 《魔神英雄傳》 《鋼一戰王玩》與《皇帝龍》 歷經超過一年 終於算是完整收尾的大系列 如果有一隻一隻追的玩家應該都能理解 從這東西真的很垃圾 到現在起碼還能入演 這心路歷程有多坎坷 以最後結論來說 《皇帝龍》 吳小強這系列 以玩家對模型的普世認知來說 肯定是有極大不足的 但作為八線模型廠 不深究內裝華美 僅講求金玉其外的概念來說 這五隻本體比例漂亮 用新時代的技術製作的《皇帝龍》裝甲 也讓人耳目一新 整組五隻擺一起也很壯觀 而最後拼成的《皇帝龍》 也有獨立出成一盒套件 也不違和的完成度 如果是對《魔神英雄傳》這IP 還有愛的玩家 應該都能從中體會到足夠的樂趣 所以還在觀望的 現在應該可以考慮入手了 鋼一戰王完內容物包含戰王本體 替換平手與握武器手各一對 組武裝雙刀與長槍一套 換裝鋼一的替換零件一套 皇帝龍鋼一一套 皇帝龍合體骨架零件一組 一樣我們先帶一下鋼一版裡面的戰王 跟之前發售的單體戰王有什麼差異 基本的結構是一模一樣的 體態優秀 靈角銳利 遠看帥近看細節問題多 而且那繁瑣的肩膀關節還有手握不緊刀 刀鞘無法固定刀的固有缺陷都仍然存在 而兩版本的差異在於 單體版是正常光譜上的塑膠成型色 白就是白 紅就是紅 而鋼一版則是改成了有珍珠光澤表面 所以白色變成了有點透明的乳白 紅色則有點金屬亮面的效果 頭絲也從普通黃變成了大便晶 而最大的改動是配合皇帝龍模式 所以背後的長槍兩種顏色也有變化 接下來是戰王換穿鋼一的流程 首先要拆他的這個角色 換上另一個有凹洞的版本 再讓他上臂這邊有一個隱藏的這個零件 要把它拆下來就會露出裡面的空隙 肩甲的部分這邊有兩個小插銷 所以要額外裝上一個連接 黃帝龍裝甲的一個轉接頭的零件 這個零件的一個結構不是很好裝 他要繞過白色這塊裝甲才裝的進去 再來腳掌的部分同樣也要額外裝一個零件 才可以跟黃金龍裝甲做合體 那整個前置作業都做好之後 再來就是跟他的裝甲做結合 首先是拼他的肩膀 這塊肩甲會跟他的腳勢起衝突 所以在裝的時候要注意兩邊的一個 之間不要互相卡到 然後導致零件變形 然後上臂就 上臂的裝甲就裝在剛才拆下來的那個凹洞上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腳掌同樣也是跟這個額外零件的做結合 他這邊有一個剛好勾子可以勾住 頭上呢就要再加裝一個二層的額外角式 最後後腦勺的部分要裝上一個像辮子一樣的龍尾巴 這樣鋼一戰王就合體完成 之前介紹鋼一換王空王的時候就說了 隨著其他廠商逐漸投入模型視察 乍看之下好像選擇變多了 但其實就是大家一起拖低了觀眾的眼光 百一年前沒有電鍍或仿電鍍塗裝會直接開幹 現在看到大變金鋼一已經完全沒有感覺了 反而覺得這造型分量都還蠻符合這東西的定價與CP值的 所以扣除掉戰王本體的設計問題 這隻穿上鋼一後氣場是真的還不錯 完全符合其金玉旗外的固有設計概念 鋼一戰王的角色應該是五隻裡最帥的 設計也最王道 所以華麗感有加分 而且我感覺這次的貼紙質感有比較好了 不會再像之前那麼薄容易出現皺紋或者是邊緣損傷 所以眼神因為貼紙顯得廉價的問題有改善 而戰王還有另一個優勢就是他沒有身體 頭部以下基本就是寬部 所以同樣是核心軀幹沒有任何鋼一裝甲包裹 戰王跟其他四小牆比起來視覺上就不會這麼失衡 反而會覺得鋼一分布得剛剛好 鋼一裝甲的配置跟龍王差不多 但裝甲外觀有針對戰王特別設計 呈現出比較鐵塊厚實的陽鋼形象 這點倒是意外的驚喜 不過這隻因為本體結構有關節過於複雜的缺陷 而穿上鋼一後更會放大原有的問題 所以外觀看著是真的帥 但把玩時會讓人想砍人 武器是相同的配置 但長槍變成金色算是皇帝龍的額外征服效果 而雙刀不管是握手上或插刀鞘 都很容易掉這點蠻煩的 想要玩的順手必須靠玩家自己補牆 先比較兩型態的差異 還是那句話看起來是真的帥 但玩起來氣死人 屬於能穩穩擺進萬代 NX系列戰陣裡不突兀衝場面的規格 最後就是眾所期待皇帝龍的組裝部分 那首先他給的額外零件 就可以組成一隻完整的龍型骨架 那這邊的細零件是專門給龍頭用的 皇帝龍組裝我會講的比較細一點 那讓各位看一下就是這一隻的一個完整的設計 龍頭的部分首先我們必須要拆 龍王頭上的裝備 虎王背上這兩片零件 鳥大叔腳掌這一塊 還有空王他耳朵的這一根長的部分也要拆下來 戰王的這個二重角式全部要拆下來 然後幻王的角式也要拆下來 組合的部分首先這一個是皇帝龍的下鱷 那因為這個下鱷的零件很細 所以在裝的時候建議這個孔要先把它闊一闊 免得你裝上去之後拔不下來直接斷掉 裝好之後這個底端剛好就會有一個凹槽 可以把它拼起來 龍頭零件的部分首先在尾端先裝上一個額外的可動零件 再來把剛才這個下鱷裝上 然後兩片龍頭直接做合體的動作 再來又是一塊額外零件 然後要裝上剛才空王頭上那兩根羽毛 裝好之後跟皇帝龍的這個鼻梁骨的部分做結合 龍王的頭盔要裝上兩個額外的小銀件 再來邊緣有兩片小凸起 就要跟他後腦勺這兩片做結合 就這樣接上去 龍頭這個門牙的部分要再裝一個額外的零件 再裝上戰王的這個前面的角式 額頭則裝上幻王的角式 剛才龍王頭盔額外的零件 就要裝上戰王他的角式的後面那一層的一個雙腳 這樣龍頭的部分就合體完成 再來皇帝龍前腳的部分要拆龍王的肩膀這一塊 然後虎王的腳掌以及幻王的手腳 幻王的手腳裝側面 虎王的腳掌裝上來 龍王的肩膀就裝上來變成前腳的肩腳 這樣前腳就變形完成 後腳只要拆戰王的腿上這一片 戰王的手腳 空王的腳後跟 同樣先裝上側面這一塊 然後空王的後腳跟就裝到前面來變成爪子 戰王的腳掌就是變成他的肩甲 後腳完成 再來身體腹部的部分首先是戰王的這一塊 那就照著他的這個零件的造型 一片一片的往側面拼 第二塊是斜虎丸的臂甲 這個零件是要往裡面埋的 一樣照著他的形狀去裝 第三塊是空王丸的小腿 那空王的零件是要連他原本小腿上的球關一起裝的 所以一樣 第四塊是龍王的腳掌 龍王這片比較難裝一點 因為他這一個卡榫比較長 所以而且也不是很好對齊 所以這一塊裝的時候要用一點耐心 最後一塊是龍王的手甲的這一個零件 同樣裝進來做結合 斜虎丸背後的這一個裝飾的尾巴 然後空王丸的這一個頭前面的裝甲 戰王丸的這個辮子 就分別裝在他的尾巴上 第一個是斜虎的 第二個是戰王的 尾端是空王的 接下來龍身靠最後的這一個部分 要裝一個額外的可以跟後腿做結合的零件 這樣後腿就跟這個突起做連結 斜虎王腳上這塊是脖子 那他主要會裝用這兩個卡榫來裝 剛好對應他這兩個插銷 就兩邊都把它裝上去 前腿裝在這一個部分 換王的肩甲跟腳甲是最後的兩個零件 分別裝在第一層的脖子 然後是第二層的脖子 就是卡在他的這個凹槽上 然後接上龍頭的部分 再來三把武器分別是龍王的劍 虎王的劍 幻王的劍 空王的砲 按順序裝在背棋上 首先是砲 再來 劍1 劍2 劍3 砲2 皇帝龍 組裝完成 這尊皇帝龍要有兩個層面來說明 首先是外型能拿高分 他並沒有因為配合 吳小強穿綱衣要很帥很貼身 而犧牲了皇帝龍的外觀 導致縫合感很重 最後整條龍拼起來變成附屬性質 所以把皇帝龍的完整性 當成這個企劃的核心 再拆分成吳小強裝甲 而吳小強穿上裝甲後造型也都很好看 這樣面面俱到的設計 萬代都未必能做到完美 所以在設計上我給高分 但另一方面 MAX量產上技術力不足的問題 也被優良的設計給放大凸顯 這正因為本體零件分布在5核 而且是不同時期推出的 所以開模攻差很明顯 有的卡榫很緊 有的很鬆 零件密合度也有問題 所以因為工廠技術力的不足 導致原本不應該出現的縫合感 因此被體現 像這顆頭 小零件東掉西掉 卡榫鬆緊不一 而且考量到龍必須拆分 所以也不能加工強化 品質變得不上不下 不過這隻身體是真的設計不錯 內場完整關節的骨架是驚喜 外層裝甲幾乎是完全貼合 沒有突兀感更是驚喜 雖然有零件密合度不足 與卡榫鬆緊不一的硬傷 但我相信龜毛的玩家看到這身體 應該都會給予讚賞 視角偏短雖然原色就是這樣 但真的有點可惜 畢竟都是內場骨架了 把腳設計長個一公分 增添氣勢也沒什麼不好 當然還是有個根本問題 就是這條龍如果是鍍金的 該有多好 大變金再怎樣都吹不起來 以巴斯這隻的最大缺陷 組裝容易斷的部分 等一下可動會縮 但除了可動 外觀自然度也不好 而且是能明顯看到下方骨架外露的部分 跟身體幾乎全造勢的設計相比 就露了不少 比例的比較 整條龍的零件跟份量都跟一盒鋼一系列差不多 連說明書都是獨立的 所以我才會建議MAX都把這條龍設計得這麼完整了 乾脆出一條獨立的電鍍龍反而銷量能拉得起來 最後是替這次的鋼一吳小強做個概觀論定 這五個模子最先開出來的是邪虎而非龍王 所以邪虎的確是最爛的一隻 本體四隻就藏解體 穿鋼一更是東調西調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也是垃圾 龍王相比虎王有比較好一點 但敗筆是廉價的貼紙直接把整體質感給拖進了垃圾桶 而且膝蓋眉關節也體現廠商技術力的不足 鋼一表現倒是中規中矩 第三隻是空王 這隻基本問題不大 人形鳥形的造型也都好看 但變形結構牽牆與可動設計簡陋都是問題 但鋼一外觀有增色不少還不錯 戰王開始能感覺得出廠商技術力的提升 起碼關節是完整而且多了複合的設計 當然因為實驗性質重所以缺陷不少 但穿上鋼一後的厚重感有加分 最後的幻王算是極大成的作品 而且設計本來就相對簡單 所以本體幾乎沒有缺陷造型可動肩背 穿上鋼一後的造型也是最華麗且看起來自然的 接下來是可動的介紹 首先是普通的戰王丸 那戰王丸它的這個肩膀呢 其實就是有一點可動要素過多 首先連接頭部的部分有一個單純的旋轉 然後有一個外開的可動 肩甲內部也有一個可以外翻的機制 肩膀有一個獨立的軟膠關節 再來肩甲這一塊也是獨立的 所以它整個可動性就是這個部分是獨立的可動 然後你的手臂除了這個部分可以上台之外 連接頭部的這一節也可以做旋轉 然後它可以像以前Takara的模型一樣 就是做到肩甲不動 只有手臂往上抬的一個可動性 肩膀外開的可動也OK 那往前也有可動 但是沒有辦法做到雙手持劍 但雙手持槍沒有問題 但缺點就是這個關節過於複雜 所以不好掌控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肩甲還蠻鬆的 上臂平面迴旋 手肘是 算是二重關節 所以有一個差不多過90度的可動 那在這個很討厭的地方 就是它的這個拳頭是球關 但是非常容易掉 因為它插進去之後 會直接把它的手臂的這個部分 零件給崩開 所以它沒有辦法裝緊 所以你只要動一下 其實就很容易掉 這個要自己強化 戰王這台機體的好處呢 就是它沒有腰部 所以它是脖子跟腰部是同一個關節 所以前後轉頭轉腰扭腰 大腿的部分是一個單向關節的前 然後內部有軟膠的開 跟平面迴旋 大腿上台沒有問題 而且它有一個膝蓋的可動 但是可動性不明顯 腳踝是一個有拉伸式關節的球關 所以這個腳踝的可動性還不錯 前後然後旋轉接地 所以這支還不錯的地方就是它的 腿開開之後的一個接地性夠穩 所以它的整個站姿的氣勢還不錯 但是穿上鋼衣之後它的可動就微妙了 因為它的手臂的部分 原本的手肘關節 就會被它的這一個金色的零件給卡死 也會因為鋼衣它現在裝了這一塊 所以你的手臂往上抬的時候就被卡住了 然後這支鋼衣還有一個小討人宴的點 就是它連接肩膀的這一個部分 你只要稍微這個部分捏一下它就會掉下來 所以你在把玩上也很容易因為 稍微用力過度就把這塊裝甲給捏下來 雙腿的話它的這個腳掌 裝上裝甲之後倒沒有影響可動 但是這一整支就是它原本的關節設計的 就已經不是很好 再加上鋼衣妨礙之後變得更難把玩 所以這支就已經是一個很帥戰士的一個等級了 黃帝龍的可動 這一支的關節設計的是很齊全 但是因為它畢竟是用零件拼裝成的 技術又不成熟 所以零件上還蠻鬆散 然後關節過鬆過緊的情況都有 那所以說如果這一支是單純的 我黃帝龍我就不拆了 那我可以把過鬆過緊的關節 或者是容易掉的零件黏死 基本上就可以正常把玩 但是因為現在這一套裝甲我還得拆掉 裝回吳小強身上 所以說它身上的一些問題結構或者是把玩的手感 就沒有辦法自行補強 那所以我覺得雖然說關節多 但是它就是一個靜態戰士 脖子的部分主要就是它有一個上下的歪頭的可動 然後這一個關節很緊 我是直接把它整個卡榫給消細了之後 然後才能夠讓它可以動得這麼靈活 再加上一個左右轉的單向插銷 嘴巴的部分同樣也是可以開合的 但是像它鼻頭的這個零件 跟它頭上的這一個頭罐其實都很容易掉 那再來它的這一個跟這一個本來是有關節的 但是裝上盔甲之後就完全沒有可動性了 然後這個翅膀也是沒可動了 所以從這邊開始都是卡死的狀態 要一直到這一個部分才有一個上下跟旋轉的關節可以使用 腿的部分它有一個前後然後有一個外開的可動 再來就是腳掌有一個上下翻動跟旋轉的可動 所以這一個關節的齊全度是還不錯的 但是因為腿很短所以可動上其實也用不太到 後腳也同樣前後跟外開 然後再來一樣是有上下的可動性跟旋轉 腰部每一節都是有上下的關節 這一節然後這一節也是有上下 有這裡的話因為它關節卡的比較死 所以比較沒可動 但是後面這一節也可以動 然後這一個部分一節兩節 這都是可以旋轉的 這一節也還可以轉 這一節能轉到這邊就轉不動了 後面就沒有了 然後背後的這個劍刃跟砲的話 也全部都是有獨立的可動性可以去操作 所以說這個身體其實它該有的可動都是有設計的 但是用不用得到玩家會不會去玩它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這邊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各位要仔細聽 就是它的這個尾巴零件 它這邊有一個上下動的關節 但是因為它的這一個零件連接它關節的部分做得很薄 所以我當初在裝的時候 裝上去一般整個尾巴就斷了 從這一個根部的部分斷掉 所以我現在這一個關節已經是完全沒有作用 因為已經黏死了 所以只剩下一個左右開的可動 所以各位在安裝尾巴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這個東西已經是它的強度上設計失誤了 然後尾巴這一段全部是沒可動 只有到底部的部分 這個部分有一個球關 結論這五支拆開分數都在及格線以下 剛易又遇上了大便晶的硬傷 誰來都吹不起來 頂多只有跟其他系列擺在一起湊均龍的價值 而且這東西要組還要自己補牆 價格還不低幾乎是一無是處 但當五支擺在一起 欸幹整個氣勢莫名其妙就上來了 加上玩家的眼光被模型場合力拖低的情況下 鋼一吳小強就變成了還不錯的獨立系列 陳列起來也蠻好看 最後還是希望MAX把海外買起來爆幹貴的隱灰鋼一削完後 老老實實的出一隻整合版的黃金電鍍龍 這龍本身就有能賣錢的價值 而且還能吸引原本不看好這系列的玩家回流 絕對比現在不上不下隨時會死的情況好點吧 以上就是本次MAX FACTORY PLAMX 《魔神英雄傳》 《鋼一戰王丸》與《皇帝龍》的介紹 詳細的圖文說明請點擊下方的圖文網址 那喜歡阿姆維登章 請記得訂閱阿姆維的NG部 阿姆維的NG部 我們下篇文章再見 掰掰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